我記得有一次有個病人 是一個小弟弟 他大概國小二三年級吧 他很瘦血 就腸內出血 反正呢就緊急的送害老闆去處理 處理完之後 到我們家戶病房 那這其實這個肚子真的損傷害大 然後 就是他某一天就突然說 因為他冰淇淋變茶了 他就用洗的 他說他在上面 看到了兩個人 然後就是 一直要把他帶頭這樣 然後 我跳這個我就腳道來過了 那你又不能在他面前哭啊 所以呢 我們就 我去你休息事故 然後弟弟呢他就說 姊姊我好想要 喝奶茶 他的病狂其實是不適合喝的 之後我就跟醫生說 欸 一定要跟他想要喝奶茶啦 拜託我可不可以喝一下 然後聽到這個醫生跟我說 你去買 你是我負責 然後你就用個小藥杯 你再一點給他 你再說他好玩 其實我跟你講 在招呼病房裡面 每一個人都很溫暖 抱怨歸抱怨 但是其實我們對病人覺得都很好 怎麼說呢 我記得有一次有一個病人 是一個小弟弟 他大概國小二女三年級吧 他很瘦血 就是去上學的途中 然後被卡車 撞到 然後就是 肚子就是被壓到這樣 然後就腸內出血 反正呢就緊急的送害導房去處理 處理完之後 到我們家後病房 那這 其實這個肚子真的損傷害大 那重點來了 這個弟弟呢 他很清醒 而且非常的乖 你知道嗎 那他的媽媽 當然就是一直哭一直哭 對不對 然後 其實我們他都看得難過 重點是這個弟弟 他非常配合醫療 我們跟他說弟弟你要做什麼 他就超級配合 而且他還不哭不鬧 那嘴巴他的管子沒有辦法講話 但是他會攻擊 他後來會寫字這樣子 欸 因為他沒辦法吃東西 他嘴巴他管子一直有鼻味 餵裡面的東西這樣 然後 就是他某一天的管道理說 因為他冰淇淋變差了 他就用洗的 他說他在上面 看到了兩個人 然後 就是 一直要把他帶走這樣 然後 我跳這個我就想知道他來過了 那你又不能在他面前哭啊 所以呢 我們就 躲去休息時空 但是其實他的病狂可能越來越嚴重 然後弟弟呢 他就說 弟弟我好想要 喝奶茶 他的病狂其實是不適合喝的 之後我就跟醫生 欸 弟弟說他想要喝奶茶啦 拜託我可不可以給他喝一下 他說 去買啦 呵呵呵呵 呵呵呵 你知道嗎 然後你再用個想要杯 我可以當一點給你嗎 你再說他好嗎 然後病房 不溫暖嗎 把那種心 用在刀部病人身上 你得到的是什麼 滿滿要愛啊 然後聽到這個醫生跟我說 你去買 你是我負責 你真的超可憐的 一個快死了 連你最想要吃的東西都不知道 你會覺得難過嗎 只有真的 在刀部病房上班 其實大家真的 就是會很開心啊 其實每個人 都是很溫暖的 你知道嗎 然後也是很用心的在照顧病人 照顧 每一個家屬 他在家務病房裡面 其實照顧的不是什麼病 重要的是什麼 家屬 家屬的心理也很重要 那我們也只能夠 給家屬一些時間 去接受那個事實 在那邊前 我們也不能一直哭 你知道嗎 我們要忍住 我們都是在 同學房間裡面 偷哭 酷 有眼淚 在家屬裡面 就是 幫他翻譯謝謝他 不然太多 其實他們家屬也是知道 我們後來對我們都很好 就說謝謝 然後趕快煮他 一個小小的心願 喝奶茶 你知道嗎 對你來說會很困難嗎 所以說 我們人真的要自主 當下隨時會發生什麼事情 不知道 真的要去珍惜當下 其實我覺得啊 我最感動的一件事就是 這個醫師他自己掏了20塊錢 出來跟我說 去買啊 有事我負責 就說是我買的 你的醫師我永遠都記得你 難怪你現在做大事業的 你知道嗎 超有愛心的 照顧病人 滿足病人的需求 這個真的很重要 最後的心願幫他完成 其實這個故事呢 這個Case已經是好多年前了 至少10幾年 他如果還活著的話 我想應該也是 可能也要結婚了吧 在家屋病房 大家都還是很溫暖的 所以呢不要覺得我們 醫護人員都很冷酷 我覺得在上班的人呢 你也不要每天就是在那邊抱怨 在工作的時候 然後你就是全心全意的 把我們的病人顧好 保持初心 即使現在的護理環境 不是你想的那麼的好 真的 轉換信念 在道部的過程中 其實在走護理的這一條路 你會覺得很開心 你所得到的回饋 是滿滿的 而不是整個在醫院抱怨 那也不要互相欺負 你懂嗎 這是我印象中最深刻的 因為那醫師他的反應 讓我覺得好感動 還有那天 我們一群人 都把他休息室裡面 哭哭完再出來說 弟弟 你再買茶來囉 你知道嗎 超感動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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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